好,那各位,我們接下來要介紹說 孟德爾其實他當時有發現的,我可以歸納一下 首先是,我們知道人類的性狀,對不對 以...碗豆來說有高筋跟什麼呢? 矮筋 矮筋,不是地筋喔,麵粉筋 高筋跟矮筋,對不對 好,以這兩個性狀來說呢 高筋呢,它是屬於什麼性的? 顯性,這是實驗告訴我們的,不是我們的決定 是實驗告訴我們的 好,那這是外表看出來的 就是有高筋是顯性,矮筋是什麼? 陰性 那這個呢,孟德我們這把他稱為叫做表現型 它表現出來的型態,叫表現型 好,比方說我們可以說眼皮有兩種表現型 一種是雙眼皮,一種是什麼? 它也不是要表現型 好,那同學,其實你看表現型呢 基本上,你可以知道的是誰呢? 就是矮筋一定是什麼來表示 我們假設用T矮筋,它一定是什麼? 小T 一定是兩個什麼?小T小T,對不對 它有沒有可能有大T的呢? 不可能 但是同學,高筋有幾種可能呢? 兩種,一種是大T、大T、或大T跟小T 那這個,當我用T、大T或小T來表現這個 因為同學,如果我不要告訴你這是高… 你看這個,可不可以看得出來它是高筋? 可以 沒有,假設我告訴你T是代表高筋的話 你看這兩個組合,請問它是高筋還是高筋? 高筋 這個用代號表示這叫什麼型呢? 這叫做基因型 可以嗎? 基因型 好,所以剛剛有些名詞就是 高筋來說會有基因型是 那我再舉例子 比方說,雙眼皮呢 它一定有個大一的基因 那單眼皮呢? 全部都大一 是小一的基因 那請問,如果有一個人他是雙眼皮 請問他可能有幾種組合? 兩種 哪兩種? 大一、小一 大一、大一 或者是什麼? 大一、小一 好,你現在在說的大一、小一、大一、大一 這就叫做什麼型? 基因型 那如果說有一個人他有兩個小一的基因 它叫什麼型? 它是什麼? 單眼皮 你現在在說單眼皮是屬於什麼型? 表現型 那對方的同學 那剛剛呢 影片裡面還出現就是說 如果兩個都是一樣的 大T或大T 小T或小T 這種呢 兩個字符都一樣的 它把它叫做 取個名叫做同型的 你知道嗎? 同型核子 也就是說它的DNA 兩個都會一樣 兩個基因都一樣 你知道嗎? 那另外一個叫什麼核子呢? 一個大T跟一個小T 這叫什麼? 這叫做異型核子 所以它兩個組合是怎麼樣? 不一樣的對不對? 叫異型核子 就是類似我們說混種 就是屬於什麼? 異型核子 所以這只是名詞的定義可以嗎? 所以矮精一定是什麼? 什麼核子? 隱性的一定是同型 因為它兩個都要小寫對不對? 但是隱性的可能會怎麼樣? 一個大一個小 或兩個都大 對不對? OK 好 所以我們就先上到這邊 好 下課 謝謝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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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